欢迎收看小圈电影 本腔分享《巴黎夜旅人》 这部获得2022年柏林电影节金雄奖提名的电影 想献给巴黎的一首赞美诗 仿佛源于生活的一切悲欢和理 最终都会融化在塞纳河灵灵的波光中 本文作者是我们的老朋友葫芦 伊丽莎白 一个生活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普通中年妇女 攻读心理学的她本应在事业上一展宏图 却因为婚姻早早成为家庭主妇 十多年的家庭耕耘 大女儿和小儿子都将近成年 丈夫却出轨了 抛下家庭和情妇另转爱潮 离婚后的伊丽莎白 陷入每日每夜的苦愿和自我怀疑中 每到午夜 女人惆怅的情绪达到顶峰 望着窗外一一闪烁的万家灯火 能将她从苦海中烧烧解救出来的 便是一档叫《夜旅人》的电台节目 主持人万达用平缓磁性的声音与倾土 私密心事的听众交流 有一种坚定而安稳人心的力量 伊丽莎白从深夜听到天之江明 熬过一个个孤独的长夜 失去了以仗半生的精神支柱 伊丽莎白试图重新融入社会 但好不容易得来第一份工作 却因为她忘记保存电脑文件 当天就被炒犹豫 女儿朱迪特听后 忍君不惊 她现在热衷于参加各类政治活动 对妈妈当下的苦恼 只能抱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 无路可走的伊丽莎白尝试给夜旅人的主持人万达寄取一封信 结果意外地得到回音 她来到夜旅人的演播间 小小的三间工作间 一间接线 一间导播 一间播音 原来那些抚慰人心的声音都是从这里传递出去的 跟她想象的不尽相同 安静 却富有力量 伊丽莎白在播音间见到万达 对方人如其生 是个利落而富有魅力的中年女人 金发输得一丝不苟 一举一动 都不及不许 在了解了伊丽莎白当下的烦恼后 万达向她抛出了橄榄枝 请她接替即将离职的接线语员的工作 收听听众来电 筛选后转给导播 工作很简单 但非心思细腻 共情力强的人不能胜任 而伊丽莎白显然满足要求 前提是不嫌弃低廉的薪水 伊丽莎白喜出望外 能获得这份工作机会 简直是梦寐难求 她在现任接线员的指导下很快上手 隔着话筒 与听众交心 也让她很游刃有余和从容 从电台出来 走在寂静无人的大街上 伊丽莎白脚步轻盈 脸上站出舒展的笑容 日子一天天过去 电台的工作也越来越熟人 伊丽莎白大大减少了 在家里自怨自艺的时间 孩子们也愿意同她有更多的交流 女儿朱丽特性格好爽 目标明确 儿子马蒂则偏向她 内力敏感 常常心事重重 比起女儿 伊丽莎白对儿子未来的担忧更强烈 因为儿子的成绩不好 也不愿与她交流心事 这天晚上 电台来了个奇特的女孩 打扮成熟 妆容浓重 脸蛋却非常稚嫩 拖着行李箱 一看就很有故事 她叫塔鲁拉 是伊丽莎白 邀请到现场直播的听众 伊丽莎白将塔鲁拉 引到一间小黑屋 她将在这里 与直播间的万达对话 音乐响起 万达抛出话题 塔鲁拉却显得抗拒胆怯了 她不愿了解 自己的原生家庭和过去的经历 使得直播场面一度尴尬 最后在伊丽莎白 温柔包容的注视下 塔鲁拉才慢慢卸下新房 结束了一晚的工作 伊丽莎白像往常一样徒步回家 却在办公楼路边的长椅上 遇到塔鲁拉 小女孩在等咖啡店开门 她无处可去 无家可归 面对眼前这个陌生 又打扮出格的女孩 伊丽莎白却有种 莫名的亲近感和信任感 她把塔鲁拉带回家 安置在二楼的储物间 一楼洗澡 第二天一早 伊丽莎白出门了 马蒂和好友正在客厅玩耍 突然一个漂亮的陌生女孩 敲开了她家的门 虽然母亲没来得及向她交代 这个女孩借助的事 但马蒂还是把女孩迎了进来 中午 一家人一块吃饭 塔鲁拉也加入其中 餐桌闲聊 伊丽莎白才了解到 塔鲁拉没有母亲 父亲是个靠不住的疯子 她初三就辍学了 自此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 饭后塔鲁拉离开 伊丽莎白征求孩子们的意见 如果塔鲁拉需要 她可以常住这里 这个想法通过马蒂的嘴 传达给了塔鲁拉 青春少男少女 总是多份朦胧的悸动 两姐弟和塔鲁拉 一块到电影院看电影 看到一些交织缠绵的情节 马蒂和塔鲁拉 总是有意无意地留意对方 先见得 因为朱蒂特参加的政治活动 越来越多 马蒂和塔鲁拉独处的时间 也越来越多 塔鲁拉和曾经在学校 暧昧的乖乖女相比 无疑是个坏女孩的模样 可正是这份独特的美丽 和飘无定所的孤独感 让马蒂着迷 而对于塔鲁拉而言 温暖细腻的马蒂 何尝不令人心动 她逐渐显露出 过去的生活状态 带马蒂到大街上 向社会分子讨酒喝 两人在抢夺酒杯时 一起跳进塞纳河 最后带着一身酒气 湿零零地回到家 被伊丽莎白摆个正着 面对失望生气的伊丽莎白 塔鲁拉羞愧地转世离开 马蒂也没有过多辩驳 而是默默地来到储物间 陪伴心爱的女孩 不知是酒与情的催化 还是塔鲁拉已有所决定 当天 马蒂在塔鲁拉的引导下 完成了她身为男孩的第一次 然而第二天 塔鲁拉便不告而辩 许许的茫然和塔鲁拉的离开 让马蒂陷入青春期极致的彷徨里 而母亲伊丽莎白的生活 已慢慢走进正轨 糟糕的前夫 不仅无情地抛弃家庭 连该给的赡养费都没给 为了贴补家用 伊丽莎白不得不又找了一份 图书馆兼职的工作 虽然白天要在图书馆上班 晚上要去电台工作 但有条不稳的生活状态 和稳定的经济收入 已经让她逐渐从 婚姻失败的痛苦中挣脱出来 她甚至还在图书馆 遇到了爱情 一名男子在图书馆 对伊丽莎白一见钟情 两人一见如故 发展迅速 男子很年轻 但意外地稳重体贴 伊丽莎白早年患过乳腺癌 乳房上留下治疗的疤痕 是她多年的隐痛 可是当男子看到 伊丽莎白的疤痕后 不仅没有退却 反而心疼地抱紧了她 马蒂克于时间 在游泳馆打工赚钱 她热爱写诗 对升学并无欲望 与周围同龄人 格格不入的追求 使她困顿 姐姐朱蒂特 已经从家里搬出 开始独立生活 去天晚上 伊丽莎白和马蒂 参观完朱蒂特的新居 在家门口 遇到晕倒的塔罗拉 这一次塔罗拉的手上 多了很多注射毒品的针孔 将塔罗拉安置好后 伊丽莎白忧心忡忡 是否要将塔罗拉 送到医院治疗 或强制戒毒 他们能够为这样一个 女孩的未来负责吗 马蒂文言很愤怒 如果将塔罗拉 送到医院 或是戒毒机构 不就等同余再次遗弃了她吗 伊丽莎白不再多言 塔罗拉就这样安定下来 马蒂也因塔罗拉的归来 变得更有活力 他们常常从阁楼烟囱 跑到楼顶 浮跳夜色中的巴黎 这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世界 万家灯火如同路面的星星 温暖地跳动着 幸运的是 他们能共同窝聚在 这其中的一盏里 互相取暖 塔罗拉热爱电影 并开始去寻求 一些试镜的机会 虽然成功几率不高 但伊丽莎白很开心 她能慢慢走上正轨 直到这天 她发现塔罗拉又复息了 伊丽莎白很失望 她朝塔罗拉怒吼道 如果再让我发现你复息 我就把你赶出去 让你滚回街上 塔罗拉泪如雨下 她念如着 因为自小坎坷颠沛的经历 她认为自己是 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 仿佛她天生 揪该腿飞浪荡 伊丽莎白心疼地 抱住可怜的女孩 一遍遍地告诉她 你是可以的 没有人天生就该如此 伊丽莎白的拥抱和鼓励 给了塔罗拉力量 她开始推动自己 更努力的正常生活 这天 塔罗拉得到了 一个群演的机会 马蒂陪她 到片场磕串了一把 拍完后 塔罗拉被选择导演留下 马蒂站在远处 忧心忡忡地望着 塔罗拉是美丽的 认真生活的她 更多了一份纯真的朝气 在其他异性眼里 也是如此 从塔罗拉 兴高采烈地跑过来 告诉她 选择导演给了 自己一次事件的机会时 马蒂终于 按捺不住内心的醋意 向塔罗拉表达了 自己的爱意 分离的这三年 朝朝暮暮 未曾改变 塔罗拉愣住了 她眼波恋艳 似乎郁语还修 半晌后 才倾起朱唇打道 我知道你爱我 第二天 马蒂像往常一样 来到楚屋间找塔罗拉 谁知 塔罗拉竟再一次不告而别 不同于上一次的事 她留下了一封信 塔罗拉在信上 回应了马蒂的表白 她的心意如出一辙 但她不能让关系 更进一步 从小 她就觉得自己 所依恋的一切 最终都会被毁掉 她希望马蒂永远是马蒂 永远安稳 自在地活着 一个人在你的生命里来去 虽或痛彻心扉 生活却不会因此暂停 时间也不会倒退 除了振作起来向前走 别无他法 为了解决家庭经济危机 伊丽莎白一家计划 将房子卖掉 存在这个房子里的过去 也逐渐成就 朱迪特在追求的道路上 越走越清晰 马蒂虽然未找到未来的路 但她开始尝试 向出版社投稿 而伊丽莎白继续着电台的工作 和年轻的男友 踏实地生活着 搬家时 伊丽莎白将自己 收藏的两件私人物品 送给了儿子和女儿 送给朱迪特的是 一尊女神的雕像 因为她曾流产过 在怀上朱迪特是忧心忡忡 是这尊雕像 给了她生育的勇气 而朱迪特也不负所望 长成了女战士的样子 送给马蒂的则是 一本离婚后 开始写的日记 日记里 记录了一些日常的片段 和关于生活的反思 就是这本日记 帮助伊丽莎白 在艰难的日子里 支撑下来 日记最后 有这样一段 早已被马蒂忘雀的记录 一个清晨 伊丽莎白给孩子们 念昨晚听到的 夜旅人听众来信 而孩子们半开玩笑的 鼓励母亲说 你也可以给万达写风情 不是吗 而伊丽莎白的第二人生 也由此开启 生活就像 倦弦曲线 高低时有 悲欢交织 向前走吧 无论何时 总有新的风景 在前方等待 好了 本期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小依依 下期不见不散咯